他不听他妈的话 咋的 听你的话 不是 我想让他 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好 我就喜欢听这句 我刚才就听到这句了 你想让他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 你做人有双标 当你要求别人的时候 比如在他妈这件事情上 你希望他做人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可是当他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希望他不要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双向标准 对待他前男友的要求 和对待你前女友的态度 双向标准 当然我不是说 跟前男友联系 这个事是对的 只是你不能双向标准 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说他妈有控制欲 我觉得你的控制欲 才非常的强 你有这么强烈的控制欲 是因为你的自卑 你对于这段感情 非常的不自信 不让他考公务员 怕他回老家飞了 不跟我在一块儿了 不让他去马术俱乐部工作 怕他遇到那些高大上的 那些成功成熟的男士 跑了 对吗 你不让他花钱 是因为 你怕以后跟他过日子的时候 他依然这么花你的钱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吗 刚才我说的那几件事情 完全都是你的个人意志 小伙子 你自私 两个人爱情相处过程当中 你要多为对方去考虑 多给丈母娘一些尊重 多给女朋友一些体谅 反过来说女孩 你愿意啊 她也没逼着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钱不存到这张卡里 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也没有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都是有责任的 她占大部分 你占小部分 还想不想好好出 想 想 想的话就改 真的做到 让她用自己的意志 去决定她自己的生活 然后让两个人 都可以携手一起 变得更好 好吗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